欢迎收看上次关心台湾的南岛新闻 来看到明天昊一位做地超过20年的地龙夏克安 他在国航的地势当地是得中很多 在今年春季他来提到专台上次大地比赛地 落国共同会的得中种 在当地比赛地交代日子是越来越接近 夏克安他来无数分享到自己的经验 他说要维持比赛的品质 除了属生就要经社会的电影 这求机一定要上市 才会影响到香味也有煮味 除了北大后要吃点的煮味 在开市之前就要先吃米一万地 看适合参加到一场比赛 做到达林夏克安共条 各地区比赛注定的煮味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一开始的经济就相当重要 那其实要烘焙一泡比赛茶 最重要的观点在首先要选茶 我常常说选茶就是这次比赛茶 成功与否的第一步 你选对茶茶叶有时候不是不好 茶叶是比较清香的 它是适合清烘焙 它适合清香的泡法 但是你真正要烘焙 像熟香型的露骨香农会的话 它是要发酵度够 在红焙第一次之后呢 我想要把这一些没有挑干净的粉跟老月把它挑掉 夏克安像太太两人用南港的方式撬出地骨 虽然这些地味都已经有经过旗海经过 不过他的习惯 可以在出用南港的方式检查 就算地骨已经很少 但是依然会影响到地汤的滋味加香气 三公克大概就是二十几颗 如果这二十几颗里面有一两颗是这个黄片的话 那烘起来的味道会比较粗糙 夏克安也分享过去的经验 有一个比赛就是因为有很多地味 尤其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剪 但是剪完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些少许的梗跟老叶 那像我都会特别在花时间 把这些多余的梗跟老叶挑得更干净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三公克二十几颗的茶叶 在这二十几颗的茶叶里面 保证每颗都是精华 那把那些老叶跟梗都把它剔除掉 相信这样子来烘焙 第一个烘焙的均匀度会比较好 再也就是说它的滋味会比较干纯浓郁 今年六国乡村的比赛 夏克安得得得定的最大酒 他也说现在电脑做的技术都很厉害 小多如果是可以做得越最小 虽然很厉害 但是有时可能就是比赛得定的关键因素 其实是好看的常播的